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谢老师 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 算不算上的是一篇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自嗨宣言 如果算的话 那么他这种自嗨的底气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个人觉得那个宣言啊 可能是赖清德他奋斗这么多年 他觉得他终于要说出的话 因为我去看过赖清德在做这个演讲时候的那个具体的神情 因为那个稿子在他演讲的时候已经放出来了 观念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赖清德在发表这个演讲的那个神情 说到最后的时候他都有一点自我的激动 甚至有些哽咽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里面的话是真真正正他想要说出来的话 他有一种我奋斗了一生终于说出这个话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具有 所以我们国台办给他定义是具有着浓厚的台独的一种宣言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 敢这么做 就是我一再所强调的那样 一个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顽固而执拗的一个人 他当年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 就可以藐视台湾的台南市的议会 坚决不进去 因为你不对 我认为你不对 你就不对 他就不进去 甚至还被别人封为赖神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可的感觉 所以他觉得他到了那样一个位置 就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他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诉求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讲 确实实实是他内心的一种真实的体现 深刻的反映出了 那一刻的赖清德不再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就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他展现出他清晰的台独的底色和本色 另外赖清德为什么会这么说 为什么不能做 我觉得刚才李永平老师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应该是美国认可的 美国点了头的 是美国给他画了许可的 那么赖清德认为他获得了美国相应的支持 就敢这么做 因为在整个的大选期间 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就觉得做好两件事他就能当选 第一要确保在野分裂 蓝白无法合作 那么他的胜率就很高 第二个他要确保美国的依赖论 能够有效的押注 这样的话他能获得美国的支持 而这两点他都做到了 所以他胜选了 即便他是三少数 他也认为他胜选了就是老大 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胜选 就是老大的传统是民进党从陈水扁时期 就留下的陋席 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的真实的民意结构是什么 台湾真实的真实生态是什么 民进党不在乎 赖清德不在乎 他认为他赢了就是可以的 另外一点 还有一个赖清德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 我们称之为误判 他可能觉得他是真实的 就是他认为今天的台海的稳定 台湾的重要性是 相对于以往是大幅提高的 这个逻辑从蔡英文时期就一直这么强调了 那么蔡英文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时候 就反复强调意见 说今天台海的稳定已经攸关了 区域的和平 乃至全球的和平的稳定 而今天赖清德在他的发言当中 再一次顺着这个思路往大理讲 说台海的稳定甚至攸关全球的一个稳定 他就完全忽略了这种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 自大和自害的一种行为 因为我们强调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他跟国际形势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赖清德不管 他觉得他真的就可以 所以这样的一部宣言归那而言 其实是赖清德台独粉色和底色的一种真实的展现 也是他性格的一种体现 背后展现出了美国的支持 也反映出了民进党内部对于自身的一种严重的一种高估 所以就催生了这样的一篇 极富有挑衅性的台独的宣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从这个宣言当中 我们能够看清楚赖清德以及民进党执政的调性 也能够领会出他未来的执政的逻辑 也能体会到未来的两岸关系 确确实实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波折 就要我们有更大的勇气 毅力和这个智慧去有效的去处理